如果你不幸陷入流沙,怎样做才能逃脱呢? 在旅行的过程中,最害怕遇见的就是流沙,一旦陷进去,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。 动也不是,不动也不是,生拉硬拽只会更散,那究竟该怎么样才能实现自救呢? 学完这几个小知识,关键时刻或许能够帮助你。 说到这儿,大家不妨来个一圈三连人支持一下。 千万不要以为流沙只会出现在沙漠中,其实它离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接近的。 有时候甚至在河岸旁,更有时候可能出现在你家的后面,一旦陷入了这个里面,许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进退都是两难。 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电影中,1692年,雅买加就出现过,因为地震导致的土壤液化,从而形成了流沙的状态,造成了两千多人死亡。 三分之一的城市被流沙覆盖了,流沙的威力还是非常猛的。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自救呢? 像电影情节里面,现有流沙整个身体都会被掩埋。 其实啊,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比较少的。 如果真的碰上了流沙,最多只有下半身会被掩埋。 因为大多数的流沙没有那么深,当然也有个别的流沙会陷入整个身体。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掉进去就没有任何危险了呢? 自然不是这样的,千万不要拿生命去开玩笑进行尝试。 虽然说跳进去不会太深的话,但是啊,如果你也被困住, 然而啊,收尾又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情况下,那也是相当的危险。 会面临体温过低,长时间未渗入水导致脱水。 更严重的还有窒息的可能。 如果是在丛林中陷入流沙,那么基本上就完蛋了。 因为还有一种可能会变成饥饿猛兽的盘中餐。 在海边的话,也要小心,海水一涨潮,人吃些凉凉了。 流沙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,不过最需要注意的还是在河边、海边。 这种沙子和普通的沙子是完全不一样的,它们是一种非牛顿液体, 就像拿淀粉可以制造出来一样。 玩过的朋友就知道它们怎么捏都不会碎, 很快就变回了原来的模样。 它的状态是十分稳定的,如果真的被流沙给困住了, 首先要做的就是一定不要慌,身体不要乱动,不然只会越陷越深。 第二个就是减轻负担,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出去, 这个时候就不要想着口红包包了。 先想着怎样救自己的命为好,并且幅度不要太大, 只要把重量给减轻了,它们才会减缓你下降的速度。 第三步就是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让你抓住的东西。 如果有的话,尽可能把重量放在抓住的东西身上, 这也能够减缓下沉的速度。 这一些方法相信大多数朋友都是知道的。 第四步就是比较冷门的了,身体要保持向后清醒。 此时此刻,摆动自己的脚就可以增加和流沙的接触表面积, 让身体不再陷进去。 摆动脚的话,也有利于把身体从沙子里面给拿出来, 当然不是要你乱动。 如果你比较幸运的话,腿从流沙里面出来的话, 就可以把手当成滑脚,慢慢地向后移动。 这个时候,肯定就有朋友会问了, 如果手也被困住了该怎么办呢? 那么你就只能依靠你的身体, 然后实行接下来的第五步, 那就是向外呼救,这也是唯一的办法。 看看周围有没有一切能够联系到外界的事物, 也可以拨打119,让他们前来帮助。 不过等待的过程肯定是相当漫长的, 别人不可能一下子就发现你, 在这个过程中,也有可能会面临窒息的危险。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把第六步牢牢记住, 那就是一定要保持神智清醒, 不要过于害怕,不然你会失去理智。 只要心中充满希望, 或许下一秒再睁开眼, 就会有人来救你。 如果不是消防员前来解救你的话, 在解救过程中也要提醒他们, 拉的时候千万不要太用力, 因为流沙的密度是人体密度的两倍, 这个时候,人体是紧紧地陷入了里面。 如果用力太大的话, 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分离, 那可就麻烦了。 并且啊, 如果真的从流沙里面获得重生的时候, 千万不要太激动, 第一时间就离开现场。 最好啊, 让自己的身体先放松一会儿, 减轻肌肉和器官的压力。 如果出现了任何不适的情况, 千万要重视, 立马去医院进行检查, 因为这些流沙和普通的沙子不一样, 它们的重量长时间压在你的身上, 会对人体的肌肉和神经造成损伤。 在医学界, 被称为挤压综合生。 许多人呢, 陷入了流沙被解救出来之后, 正是因为身体严重地被挤压, 最后还是难逃一死。 朋友们, 出去旅游的时候千万要注意, 尤其是去到陌生的海域沙滩, 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, 了解当地存在的风险,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流沙呢?